2014年9月27日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设立国际瑜伽日 今天我想谈一谈一个特别的主题 我们一直在讨论气候变化 整体健康 与自然和谐共处 回归本质等等 而我想要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个特殊方面 瑜伽是印度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宝贵财富 它象征着身心平衡 一心合一 勤俭克己 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它提供了一副健康与幸福的完整蓝图 它不仅是身体上的锻炼 同时也有助于内心和谐 瑜伽意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战胜气候变化 瑜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团结与爱 之后我感觉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也更有意义 在印度 我开始体验到瑜伽的真谛 其自我与神性的结合 瑜伽修行会让人变得平衡健康喜乐 并让人充分享受自由生活 随着世界上学习 瑜伽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一场全球意识转移 使地球朝着更平衡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瑜伽修行者在消费上更谨慎 为人处事更善良 更关心环保 领导力更强 这就是瑜伽的力量 它将促进世界发展 让我们在国际瑜伽日的基础上 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2014年12月11日 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 将6月21日定为国际瑜伽日 该决议共有177个联署国 创下了联合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